HELLO 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這次要聊到主題是 有著五種特質的女生 太棒了絕對要交往 你知道其實我在感情之路 一路上也是跌跌撞撞 也不是很順遂 我假如第一任就直接遇到完美對象之後 就一輩子幸福美滿 那我就不能交把妹了 我只會教你怎麼刷手抽 就因為跌跌撞撞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女生 也許感覺對了 覺得漂亮互動舒服就交往了 但不管是交往或是約會 我發現一段感情會讓彼此開心的對象 通常這個女生都會有這五種特質 也不是說沒有這五種特質 你就不能交往 因為也許錯過這次交往 你下一次要等頭胎了 搞這麼嚴重 你也不用一定要這五種特質啦 另外一個是 通常你要吸引到擁有這五種特質的女生 你本身不能太弱 所以你遇到不代表你一定可以吸引到 所以要吸引到自己也要加強自己本身吸引能力 而不是覺得用苦苦哀求 各種纏對方就能在一起 因為對方價值很高 當然也會想跟價值跟自己差不多 甚至高一點的人交往 不要說對方現實 因為其實男女都一樣 一段關係進入順利的話 就是好幾年甚至一輩子 怎麼可能想選一個整體價值太低的人交往 所以你本身也是要提升自己的各個面向的價值 也許外表打扮 社交技巧 你的生活型態 請讓自己認真生活 你才容易遇到這種好女生 而不去錯過 那我們來說第一種 尊重你 你可能會覺得尊重很基本吧 不尊重我早就閃了 對沒錯 但其實尊重雖然是最基本 但也會隨著你的投資成本拉大 對方本性慢慢露出來 發現他開始有點不尊重你了 可是你難以抽身 這通常一個會發生在 你們約會三次以上 他不尊重你的感覺 會慢慢在小地方感受到 又或是交往兩三個月以後 慢慢感受到對方的不尊重 大部分情況 女生在尊重方面 認識初期都會呈現會尊重的狀態 但不代表永遠都尊重你 也許你有些興趣 你每個禮拜都會花時間去做的 對方有沒有尊重 你要去做這些事情 可能是打球 健身之類的 或是爬山玩遊戲 或是上酒店玩小姐之類的 這種他還尊重你 那他真的很尊重你 只是還是要看活動啦 擺明早死的活動 就別提了吧 而以尊重來說 會有各種形式 尊重你的感受 尊重你的工作 尊重你這個人 甚至並不覺得 因為你要追他 所以理所當然覺得 你應該要對他多好 或是因為你是男友 所以理所當然 你應該要怎麼對待他 而是尊重你這個人 有自己的想法行為 也許他希望你陪他做一些事情 但不會是強迫控制的 就以我的例子來說 我的工作是交把妹的 但在做交把妹工作之前 我是在遊戲公司上班 下班之餘做影片 現任女友並沒有批評我 為什麼要做交把妹的工作 而之後我想全職做交把妹的工作 現任女友也是支持我自己做的所有決定 但假如換到有些女生 也許就會覺得 我們沒有未來 你真的要交把妹 那我們就分手吧 之類的 其他例如我每個禮拜 會需要兩天時間去打球 兩天時間去練脫口秀 五天要去健身 這些東西其實現任女友 也都是尊重我有自己的喜好興趣 並不會說 你覺得打球重要還是我重要 你覺得健身重要還是我重要 就是沒有硬要給你一些沒意義的選擇 而尊重自己的興趣 當然尊重還有各種形式啦 只是簡單來說就是 對方是懂得尊重的人 這不會是裝的 而是交往多久都會是這樣的人 這對於很多人來說 基本中的基本的事 是需要一直有的 因為當對方是永遠尊重你的那個人 你們才容易建立起信任感 你願意把自己的真正想法跟對方說 你們新的連結感才會提升 不然你說什麼 都會被對方批評 數落或是否定 那麼沒有一個人會願意 一直說出自己的想法 但被自己最親的人攻擊 而對方也會有一種想法 為什麼你都不跟我說 因為其實說了 就會被批評攻擊 那幹嘛說 那就會呈現一個惡性循環 那當然 這要你要對方尊重你的這件事情 本身是好的 而不是 去酒店叫小姐 我去酒店叫小姐 你要尊重我啊 我只是叫小姐啊 小姐 小姐 欸 小姐 那你有尊重我嗎 你很久沒有 叫我小姐了 我演這三小啦 好啦尊重很重要 我們來說下一個 花時間經營 花時間經營其實就是 對方不管再忙 都願意花時間相處 也許一起規劃出去玩 或是每個禮拜會見一次 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但就是會願意花時間相處 因為時間就是很公平 每個人時間都一樣 假如這個女生說著喜歡自己 但連一點時間都不願意分給自己 他寧願分給朋友 分給家人 分給少爺 也不願意分給你 那你說他喜歡你 他愛你 那就也許是你自己認為而已 當然也不是說 時間分給你很多很多 就代表 噢對方超愛你 好像要整天膩在一起 才就愛 而是對方有願意花時間經營這個關係 可能要工作要提升自己 其實許多時間都被雜事給消耗掉 但總還是會有點時間可以拿來相處 拿來約會 拿來看對方發呆也開心 所以也許你會覺得不就約會而已 但其實每次約會 都會是對方願意花時間分給你 才會有那場約會 當對方對你沒感覺 那麼你會發現 怎麼開始對方主動跟你通話時間變少了 怎麼對方不密你了 怎麼對方不願意跟你出去約會了 因為他已經不想再花時間在你身上了 也許會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 或是你自己很懶的經營這個關係 覺得關係永遠都會好好的 但一個關係會是雙方都願意花時間灌溉經營的 當你發現對方不願意花時間在你身上 那其實已經代表有點來不及了 所以平常你自己也是要花時間經營好這個關係 那我們來說下一個 提升自己 其實當女生是懂得提升自己 是超級有魅力的一件事 不只是對於她自己本身是好的 對於伴侶來說也是好的 因為對方懂得提升自己 那代表她對於自己的外表打扮身材不會多懈戴 那相處上看起來也很開心 也有很多事情會懂得修正讓自己更進步 因為她是懂得自我提升的人 那麽自我提升這件事情 就不只是表象的 而是往深一點看 也許相處上 你們很容易可以找到更適合彼此的相處模式 因為自我提升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需要耐心自律 和不停嘗試還有反省修正自己 之後慢慢進步 或是用成長心態在過生活的人 在關係裡面也是一開始交往的磨合 怎麽樣可以更好 怎麽樣調整 可以讓雙方互動起來更舒適 對方平常有在自我提升夠聰明的話 其實都能在互動上做相應的調整 那關係很容易磨合期很短 因為一下就磨好了 我們來說下一個 把你放心上 這個當然不是說 對方需要每天跟你說 喔你對於她來說很重要 你是她的寶貝什麽的漏媽話 而是在關係中 對方會以我們來思考自己的行動 而不是我爽就好 可能會是 我這樣做奶友會不會不高興 就推掉了朋友要去3P的行程 好啦這有點誇張啦 就是不會去跟別人曖昧 或是讓自己擁有一堆工具人 因為他把你放在心上 而不是以利益為優先 簡單來說 不會去做傷害你們關係的事情 這些不會是用說的去看到的 而是對方跟自己相處的行為中 都能看得出來 對方有沒有把你放在心上 當然不是把你當作王子來拜 只是基本的避嫌不去做偷雞摸狗的事情 不做讓你會擔心的事情 或是搞失蹤 通常行為上 你都會很放心 因為會讓你提心吊膽的關係 那這關係其實也不用交往 因為光是煩惱 對方到底有沒有想要交往 就會累死你了 我們來說下一個 肯溝通 其實就是不會為吵而吵 當然很多刻板影響都會說 不要跟女生吵 吵不贏 或是永遠都要讓女生 但其實我交往很久 相處很開心的女生 都是肯溝通的 而不是刻板影響會去鬧脾氣 覺得一定都是女友對的 而是願意把情緒放下 把事情縮開 下次再來避免同樣的狀況再發生 當然你自己本身也不能再面臨 需要溝通的時候 情緒大過溝通 那就會是你的問題 溝通也不是吵架 要爭個輸贏去抒發自己情緒 而是讓彼此可以雙贏 下次不要再遇到這樣的衝突 當對方是懂得溝通的人 其實在面對衝突 就可以很冷靜的說 彼此的觀點想法 當然情緒上來的時候 可以先讓彼此冷靜一下 冷靜個幾個小時 再來聊衝突的事 也不要冷戰或是假裝沒事 因為這些衝突沒解決 他就會像是窗疤 只會慢慢腐賴 所以當遇到衝突 對方是願意冷靜溝通的對象 那其實非常棒 對於關係建立是非常好的特質 好總結 尊重你 花時間經營 會提升自己 把你放心上 肯溝通 這五個也許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很基本的 但其實我交往經驗 或是約會經驗也蠻多的 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這些 你認為基本的事情 但這些都能做到 有這些特質的女生 他本身也是愛你的 那麼這關係可以 健康交往 長長久久機率很大 當然你本身也是不能多爛 不然這麼好的女生 不會等你也很正常 很多特質是 你平常相處 沒感受到她的好 但當你失去了之後 才知道原來 有這些特質的女生 是多麼珍貴 就像你平常都在呼吸 你不知道你沒有空氣 你會痛苦到升天 但其實你很需要她 所以當你喜歡的女生 有這五個特質 千萬不要錯過 這種女生真的很棒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部片的朋友 都可以訂閱 按讚 留言喔 那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 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 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 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